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意 荀子曾深刻阐述 善行者,天必诱之以福 恶行者,天必诚之以祸 此言道出了行善积德与福报或患之间的微妙联系 持续行善之人,终将邂逅生命中的贵人 而福气并非凭空降临 他源自不懈的努力与良好的品德修养 正如陶渊明在命子中所言 福非偶然至,或亦非无端来 每个人的命运轨迹,实则由自身行为所塑造 若想成为有福之人 需遵循四条修身之道 以累积并守护这份福气 首当其冲的是宽以待人 古人云,何以处众?宽以待下,树以待人 这不仅是处世的智慧,更是个人修养的至高境界 他倡导我们在面对他人的过失时 能够保持一颗宽容之心 不轻易责备,更不时以苛责 正如战国时期的令向儒 面对连坡的挑衅与不解 他选择了退让与包容 最终赢得了连坡的敬佩与国家的安宁 这种以德抱怨的胸怀 不仅化解了个人恩怨 更促进了国家的和谐稳定 在生活中 我们也应学习令向儒的宽容精神 以和为贵 与人为善 自然能赢得他人的尊重与信赖 福气也会随之而来 其次 淡泊名利是另一重要修行准则 老字在《道德经》中云 致虚极 守净堵 万物并坐 无以观其腹 此言揭示了追求内心宁静 与淡泊名利的重要性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保持一颗平常心 不为名利所累 方能洞察世事本质 把握生命真谛 有福之人 往往能够超脱物质束缚 追求精神上的富足与自由 他们懂得 真正的幸福 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和地位 而在于内心的平和与满足 综上所述 要想成为有福之人 我们需从自身做起 不断提升个人修养与品德 通过宽以待人 淡泊名利等修行之道 我们不仅能够积累更多的福气与好运 还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让我们携手共进 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共同追求那份属于自己的幸福与安宁 在修行的漫长旅途中 内觉状态被视为一种至高境界 它贯穿并映照着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人生 本质上就是一场 不断自我完善与提升的修行之旅 尽管我们或许无法时刻坚守心灵的纯净与宁静 但这样的追求与向往 应成为我们不懈努力的方向 正如古语所云 昭文道 西思可以 这表达了一种 对真理与大道的极度渴望与尊重 即便生命短暂 若能触及那只高境界 亦无悍意 谈及淡薄名利与内心宁静的修身之道 其精髓在于非摒弃名利 而是以一种超脱与平和的心态去审视之 在纷扰尘世中 名利虽不可或缺 但唯有以不违背良知与道德为前提 方能保持心灵的清澈与宁静 这实属不易 故而成为历代圣贤所倡导 众多智者所追求的境界 诸葛亮在《戒子书》中深刻阐述 君子之行 静以修身 简以养德 强调了学习须静心 才华须勤学 而淡薄与宁静 则是成就这一切的基石 值得注意的是 淡薄并非冷漠无情 更非对生活的漠然置之 他倡导的是一种 简朴而不识高雅的生活态度 强调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满足 而非单纯物质追求的堆砌 淡薄之人 内心充满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 但这种追求超越了物质的束缚 直指心灵的深处 追求的是精神的富足与升华 因此将淡薄误解为无为或消极 实属偏见 在当今物质充裕的时代 我们更应珍视并坚守那份淡薄宁静的心境 将其视为提升人格修养 丰富精神世界的宝贵财富 宁静 是思想成熟 精神饱满的象征 它赋予我们超越世俗纷扰的力量 让我们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洞察秋毫 以智慧之光照亮前行的道路 此外 高僧的教会提醒我们 在人际交往中 谦逊有礼 充满爱心的人 更能赢得他人的尊重与爱戴 从而收获持久的成功与幸福 而那些冷漠傲慢之人 往往因忽视人性的温暖与力量 而遭遇意想不到的挫折 因此 保持一颗平和 包容的心 不仅是对自己的修行 也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 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 前宫 这一美德 并非浮于表面的姿态展示 而是源自内心深处的品德光辉 与修养的深厚积淀 它使人即便学识渊博 亦不骄不躁 身处高位亦能谦逊待人 不以权势自居 前宫绝非卑微 软弱或无能之代名词 而是一种情感的升华 一种心灵的境界 一种独特的个人魅力 更是修养的极致体现 那些缺乏文化底蕴 内心空洞之人 往往难以展现出 真正的前宫之态 与千功之人相处 如同漫步于风景如画的大自然 令人心旷神怡 流连忘返 又如品尝陈年佳酿 于味悠长 回味无穷 更似吟诵一首 异境深远的诗篇 令人眼眷沉思 久久难忘 在浩瀚的宇宙 与无垠的天地间 人类所拥有的一切 皆显得渺小如尘埃 微不足道 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 个人的成就与拥有 不过是时间长河中的 短暂浪花 转瞬即逝 因此 我们应当常怀千功之心 认识到自身的渺小与不足 避免因自我膨胀 而招致失败 千功源于自知之明 是对自我现状的清醒认识 他提醒我们 即便在某些方面暂时领先 也需保持谦逊与努力 因为任何优势 都是相对的 暂时的 唯有不断进取 方能避免下滑 甚至被后来者超越 真正的强者 往往以千功为铠甲 以此赢得尊重与成功 同时 个人能力的提升 是通往更广阔天地的必经之路 高僧所言的对自己负责 尽人是以安天命 正是对此的深刻诠释 我们需从自我出发 明确目标 不断学习 用实力说话 方能赢得他人的认可与尊重 从而拓宽自己的人生舞台 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 我们还应学会高效工作与生活的智慧 有时 短暂的停歇与充分的准备 是为了更高效的前行 正如磨刀不误砍柴工 前期的努力与准备 将为后续的工作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 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与遗憾 总之 千功是一种力量 它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保持清醒与谦逊 不断追求进步与成长 让我们以千功之心 面对世界的广阔与自身的渺小 不断攀登人生的高峰 在当今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舞台上 我们不难发现 它绝非一片不染尘埃的净土 亦非幻想中宁静至远的乌托邦 现实世界的生存法则 早已超越了档案与文凭的束缚 转而聚焦于 个体是否拥有真才实学与实战能力 面对这样的环境变迁 或许有人秉持随遇而安的态度 认为一切自有定数 然而 自然界的铁律告诉我们 用则进 费则退 在缺乏必要的生存技巧与智慧的情况下 个体很可能在抵达成功的彼岸前 就已遭遇挫折 更何况 彼岸之后等待着的 是更为激烈的人生竞技场 为了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唯有不断充实自我 积极汲取生存所需的各类技能与智慧 这不仅是对个人能力的投资 更是对未来机遇的精准把握 须知 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生存土壤 而生活于其中的人们 也必然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生存策略 当前 我们正身处一个信息爆炸 知识为王的时代 科技的飞速发展彻底重塑了生存技能的版图 与过往相比 现代人所需掌握的不仅是传统技艺 更需紧跟时代步伐 掌握前沿科技 创新思维等新型生存工具 因此 我们应以脚踏实地的态度 摒弃浮躁 沉下心来 深入钻研 唯有如此 方能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不断汲取新知 掌握新技能 从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勇敢迎接每一个挑战 记住 每一次的努力与积累 都是为了在未来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未知 把握属于自己的机遇与智慧之光 人若走运 必遇贵人 这几类人并非俗人 是上天派来救你的 在人生的广阔舞台上 幸运之人总能邂逅生命中的贵人 这些非凡的存在 宛若天降甘霖 专为引领迷航者前行而生 正如幼苗渴望阳光雨露 唯有不屑向上 方能由微不足道 蜕变为参天古墓 洛克曾深刻洞察 人生旅途不满荆棘 故而对细微挫折的过度敏感 实乃自寻烦恼 面对起伏跌宕 我们应怀揣坚韧之心 使其为魔力意志的抵食 同时 培养敏锐的洞察力 使之成为我们征服困境的锋利剑韧 尤为珍贵的是 在风雨飘摇之际 那些伸出援手 助你渡过难关的人 正是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贵人 他们仿佛是命运巧妙的安排 与你最须知识现身 助你跨越难关 步入中年 历经沧桑 方能深刻体会到 这些贵人的出现 实乃上天赐予的宝贵礼物 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并用心聆听 他们源自心底的关怀与建议 古人将金榜提名 洞房花竹 他相遇故之 并列为人生三大乐事 其中 偶遇知己知有 更是难能可贵的福气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泛泛之交易得 而真正能懂你 悉你的知己 却如同西式珍宝 难以寻觅 因此 我们无需广交天下 只需二三知己足矣 他们能在你心灵深处 留下痕迹 与你困境时伸出援手 成为你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支撑 再者 韩玉在马说中感慨 是有伯乐 然后有千里马 此言非虚 世间不乏才华横溢之人 却往往因缺乏赏识之眼而埋没 正如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许多人才因此未能施展报复 遗憾终生 故而 对于每一个渴望成就自我的人来说 遇到一位能够发现并真是你才华的伯乐 无疑是通往成功之路的关键 综上所述 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不仅要依靠自身的努力与坚韧 更要珍惜那些在我们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贵人与知己 他们如同灯塔 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如同桥梁 连接我们与梦想的彼岸 让我们以更加开放的心态 去迎接生命中的每一次相遇 相信每一次的遇见都是命运最美好的安排 审视过去三十载互联网巨头的崛起轨迹 不难发现一个共通点 哪位互联网帝国的缔造者 未曾邂逅生命中的伯乐 这些引领者所遇的伯乐 虽不至百 却也绝非寥寥 正是这些慧眼识诸者的广泛认可 汇聚成强大的资本力量 助推他们攀登至非凡的高度 这一规律 对普罗大众同样使用 当我们身处时代的浪潮之巅 若有伯乐赏识与资本助力 即便是微不足道的存在 也能展翅高飞 成就非凡 谈及伴侣 其在人生旅途中的分量 岂可等闲适之 伴侣的选择 直接关乎你的人生风景 若谨求搭伙过日子 性别相符或许足矣 但若渴望共助美好未来 或追求事业上的辉煌 那么一位知情达理 贤淑能干的伴侣 便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历史长河中 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佳话 便是明正 长孙皇后的谏言如春风话语 让唐太宗少走了许多弯路 再如明成祖朱弟与徐皇后 他们不仅是情深义重的伴侣 更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静难之意中 徐皇后亲上城楼 激励军民 稳固后方 为朱弟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 成就大事者 往往得欲嫌内住 男性得以在外驰骋疆场 女性则稳固后方 两者相辅相成 共筑辉煌 进一步探讨 我们不禁要问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应如何则有 从现实角度出发 或许我们会倾向于选择那些 能带来实际利益的朋友 但深入人性层面 我们更渴望找到那些 与我们三观契合的知己 世间万物 难觅两片完全相同的雪花 但相似的心灵与观念 却如同两片相近的叶子 虽不完美复制 却能相互理解 相互慰藉 然而 寻找这样的知己 其难度不亚于重得投彩 在人海茫茫中 我们或许能与成千上万的人擦肩而过 但真正能触动心灵 产生共鸣的知己 却往往屈之可数 正因如此 他们的出现才显得尤为珍贵 如同上天的恩赐 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在人生的长河中 我们应当倍加珍惜那些 与我们三观契合的伴侣 他们的出现 仿佛是命运巧妙的安排 不仅为我们的生活 添上一抹亮色 更是在无形中引领我们前行 成为我们最坚实的后盾 常言道 人生得意知己足以 思事当以同怀是之 在纷繁复杂的人际交往中 即便我们拥有千朋万有 能真正心意相通 相互扶持的 或许不过寥寥数人 正是这几位知己 在关键时刻 默默站在我们身旁 助力我们跨越重重难关 成就更加坚韧的自己 世人往往高估了社交的广度 却忽略了情感的深度 打开那长长的通讯路 指尖划过一个个名字 却可能发现 真正能倾土心生 共享悲喜的 竟是屈指可数 这不禁让人感慨 在茫茫人海中 能寻得一两位灵魂伴侣 实属难得 是命运最珍贵的馈赠 因此 我们应当心怀感激 对那些在生命中 给予我们力量 默默陪伴的知己 致以最深的敬意 他们不仅是我们的避风港 更是推动我们 不断超越自我 勇往直前的动力源泉 同时 我们也应认识到 那些与我们势均力敌的对手 同样是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正如古语所云 欲强则强 欲高手过招 能够激发我们内在的潜能 促使我们在挑战中不断成长 最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 遗憾的是 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份恩赐 有人视竞争对手为洪水猛兽 避之不及 却不知 正是这些看似不幸的遭遇 铸就了我们更加辉煌的明天 历史上 周瑜与诸葛亮 司马懿与诸葛亮 将为与邓爱 杨枯与路亢 这些名字背后 不仅仅是激烈的较量 更是相互成就 共同进步的佳话 他们之间的较量 不仅提升了各自的智慧与谋略 更为后世留下了无数传奇与启示 孟子有云 入则无法加避世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 国恒王 此言不仅适用于国家 亦适用于个人 缺乏竞争与挑战的人生 如同缺乏养分的土壤 终将失去生机与活力 因此 我们应当珍惜那些 与我们旗鼓相当的对手 是他们为生命中的贵人 因为他们的到来 正是为了让我们 变得更加强大 更加优秀 在这个充满竞争与机遇的社会里 愿意无条件投资一个人 帮助一个低谷期的人的人 或许并不多 但正是这些稀缺的存在 让我们感受到了 人性的温暖与力量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了什么是 真正的关爱与支持 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 不再孤单 因此 让我们更加珍惜 这些生命中的贵人吧 无论是知己还是对手 他们都是我们成长道路上 不可或缺的伙伴与导师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或许无法奢望 始终有人无条件地伸出援手 但那份在逆境中不求回报 慷慨解囊的情谊 无疑是生命中最宝贵的遇见 试想 当你身陷低谷 财务困境如乌云压顶 公司摇摇欲坠之际 有这样一位人物 他带着自己多年心情积累的财富 不求任何回报 第一个站到你身边 那便是你生命中不可多得的贵人 正如风吹半夏中的苏医生 面对许半夏的资金危机 他毅然决然地伸出援手 这份深情厚意 超越了物质的界限 是心灵深处最真挚的关怀 记住 那些在你最艰难时刻 主动登门 愿意用真金白银 助你脱困的人 他们不仅看中 你们之间的情谊 更在心底深深地珍惜你 在乎你 他们不愿见你 承受更多的苦难与疲惫 因此选择成为你的坚强后盾 助你跨越难关 若你有幸遇到这样的贵人 请务必铭记于心 用你最真挚的情感去感激他们 正如佩恩所言 未经播种 何来收获 不利辛苦 怎得成功 无经磨难 焉有荣耀 未遇挫折 怎显辉煌 人生的价值 往往蕴藏在那些挑战与魔力之中 若你的一生过于平坦 或许终将错失那些 让灵魂得以升华的宝贵经历 因此 面对人生的风雨 我们不应畏惧 而应视之为成长的契机 正如种子不畏瓦力 奋力破土而出 我们亦应在困境中 坚韧不拔 勇往直前 而当你终于跨越重重困难 站在新的高度回望时 请别忘了那些 在你生命中留下温暖足迹的人 无论是朋友 亲人 还是职场上的导师 每一个在你跌倒时 给予扶持的身影 都值得你用心去感激 去铭记 学会感恩 不仅能让你的心灵得到滋养 更能让你的人生之路 因这份温暖 而变得更加宽广与平坦 在人际交往的细腻之锦中 善良犹如一缕和煦阳光 其光辉往往无须多言 自能映照人心 古语深邃 言由在耳 心之所向 相由心生 心若成名 相亦随之 此言非虚 它揭示了人的内在品质 与外在风貌间 那微妙而深刻的联系 善良 这一美德 同样能在人的面容上 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那些天性纯良之人 其面容仿佛自带磁力 吸引着周围人 不由自主地靠近 他们的脸庞 如同未经雕琢的蒲玉 自然流露出温和与善意 让人一眼 便能捕捉到 那份潜藏于内的美好 相反 内心阴暗者的面容 则如同阴云密布的天空 透露出不容忽视的疏离与戒备 具体而言 善良之人的面部特征中 最为显著的 莫过于其舒展的眉目 这类人士 内心平和 宽容且坦荡 他们的眼神清澈 眉宇间洋溢着宁静与和谐 仿佛能驱散周遭的阴霾 与之相反 心怀不轨者 其眉眼长弦紧促之态 透露出戒备与攻击性 让人望而生畏 眉目舒展 不仅是外在形象的展现 更是内心善良与包容的直接映射 再者 笑容 作为人类情感交流中 最具感染力的语言 亦是善良之人不可或缺的标识 维克托的锐智之语 笑 乃缩短人心距离之洁净 恰如其分地诠释了笑容的力量 善良之人 无论境遇如何 总能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 他们的笑容 如同温暖的阳光 能够驱散他人心中的阴霾 给予人力量与希望 在他人遭遇困境时 他们更是以真诚的微笑 和无私的援手 传递着人间的温情与关爱 综上所述 善良之人的面容 如同他们内心的镜子 清晰地映照出他们的美好品质 在人际交往中 学会观察与感知这些细微的面部特征 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判断 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从而建立起更加和谐 真诚的人际关系 受助者在其微笑中 汲取到强大的精神慰藉 即便是深重的哀伤与忧愁 亦能在这份温暖中得以舒缓 乐观者如同行走的光源 不仅自身散发正能量 其纯真善良的流露 更如同绚烂色彩 为周遭的一切 添上温馨与希望 这正是人性中 效与善的伟丽体现 在人际交往的细腻之锦中 眼神成为最诚实的笔触 有些人外表和善 内里却暗藏城府 其眼神闪烁不定 难以掩藏心机 另有一些人 表面风轻云淡 内心却暗藏锋芒 企图凌驾他人之上 然而 眼神作为心灵的明镜 终究无法彻底伪装 他清晰地映照出 一个人内心的真实面貌 相反 善良之人的眼神 清澈而真挚 他们已成待人 以真心拥抱世界 这样的眼神如同清泉 让人在凝视间 感受到无比的安心与信赖 反观那些心怀不轨之人 即便他们在外界 如何伪装善行 其眼神中的狡黠与谄媚 却如同灰暗的阴霾 难以遮蔽 这样的眼神 不仅遮蔽了他们发现 生活美好的双眼 也让周围人静而远之 因此 明智之举是 急早识破这些伪装 避免日后受其影响 而追悔莫及 在当今社会 竞争虽被视为常态 但人们不应因此 长期处于紧绷的应激状态 仿佛时刻准备战斗的刺猬 善良之人则不然 他们秉持与人为善的原则 以平和之心面对周遭 其面容上洋溢的是宁静与和谐 诚然 保持警觉并非无益 但过度紧绷 如同满宫之嫌 终将疲惫不堪 人生需要张弛有度 方能轻松自在 过度紧张 不仅加剧疲惫 更易导致失误频发 我们应学会对他人抱有信任 理解并非所有人都是竞争对手 以伙伴之心相待 自然能收获更多的友谊与支持 正如斯汤达所言 真正的风度与胸怀 在于那份大气 坦荡与活力 他们共同构筑了人生的美好图景 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仅凭一个逻辑缜密的头脑 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拥有一股非凡的气质 作为支撑 气质 这一内在特质 难以通过外在的修饰 轻易伪装 尽管有人偏爱 以华服美妆装点门面 企图以此彰显独特 但真正的气质 其高贵或卑微 往往穿透这些表象 直抵人心 那些真正气质出众者 他们的生活态度 豁达而正直 形式光明正大 不屑于采用卑劣手段 更不会在背后玩弄全数 因为他们的心灵 充满了善意与正直 这种气质 如同晨曦之光 自然流露 无法遮掩 即便有人能暂时 以华丽外表掩盖内在 一旦面临挑战 其狭隘与自私的本性 便会圆形毕露 尽显其丑陋与脆弱 与此相反 那些心地善良之人 或许并非在所有领域 都出类拔萃 但他们始终保持自信与从容 不为所失所累 专注于提升自我价值 脸上常挂温暖笑容 试想 面对两种人 一位笑容可拘 另一位则面容冷峻 多数人会倾向于 与前者交流 因为笑容 往往是善良与乐观的象征 它能融化心灵的冰霜 给予人以温暖与希望 善良并非意味着 无度的慷慨或自我牺牲 而是一种对生命的 深切尊重与感激之情 它让人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依然能够发现 并珍惜那些值得守护的人和事 从而感受到 生活的美好与喜悦 与这样的人为伍 无疑是一种幸运 他们的正能量 会悄然感染你 让你在回首时 发现人生之路 因他们的陪伴 而更加精彩分成 此外 一个人的内心状态 直接反映在其生活面貌上 心地善良之人 往往心态积极 乐观向上 这种良好的心态 不仅让他们面对困难时 更加坚韧不拔 也让他们的面容 焕发着青春的光彩 相反 心怀恶意之人 则容易陷入消极与怨恨之中 加速其心灵的衰老 因此 让我们努力成为一个内外兼修的人 以善良为基 以乐观为义 用真诚与笑容 照亮自己的人生之路 同时也温暖他人的心房 他们以审视与苛求的目光 审视世间万物 对自身的际遇 抱持不公之感 对他人的成就心生极度 对待人生 则采取一种悲观且极端的态度 这样的心态 无疑在面容上 刻下了岁月的痕迹 然而 真正的青春不朽 并非取决于年岁的增减 而是源自内心的态度与心境 拥有良好心态之人 其人生之路往往更加顺畅无阻 唯有心态平和 方能于世事纷扰中泰然处之 无论生活富裕何种滋味 皆能淡然应对 宠辱不惊 从而优雅地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对人对视 皆持平等尊重之心 人皆感性 即便是看似迟钝之人 在频繁的交往中 亦能敏锐感知到 他人的善意与否 傲慢与挑剔之人 其散发的气场与气质 往往令人感到压抑不适 多数人明智地选择保持距离 避免与其身交 反观那些真正心怀善意之人 他们对待每一个人 都平等而尊重 因为在他们眼中 世间万物皆平等 无有尊卑之分 每个人都值得被尊重于礼遇 试问 何人愿被忽视与轻蔑 何人又愿与心怀恶意 狭隘之人相交 那些懂得平等互助 尊重他人的人 往往具备深厚的素养 与广阔的胸襟 能够平视他人 发现并欣赏他人的美好之处 其实 让人显得苍老的 并非仅仅是岁月的流逝 或白发的增多 更多的是心态的扭曲与消沉 当内心被抱怨与苦闷填满 这种情绪自然会反映在外表上 使人加速衰老 因此 人的容貌 实则是内心世界的镜像 善良之人 因其对幸福的敏锐感知 而散发出自然 年轻 秀美的光芒 曾有心理学家进行了一项实验 他选取了两名年龄相仿 但性格迥异的男子 并给予他们半块面包作为礼物 一人欣然接受 感叹幸运 另一人则眉头紧锁 不满于所得 十年后再度相见 心理学家惊讶地发现 那位乐观者面容和煦 显得异常年轻 而悲观者则仿佛苍老了 二十岁 这充分证明了人老心先老的道理 尽管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 但完全有能力调整自己的心态 避免一味地沉溺于悲伤与消极之中 面容之上 忧愁一成刻痕 悄然侵蚀青春的光泽 唯有培养欲试豁达的心境 方能紧握青春不老的密钥 让心灵之光持续照亮容颜 使之焕发不衰的生机与活力 人们常言 伪善者较之于明目张胆的小人 其危害性更为隐蔽而深远 这类伪善者 往往披着一袭忠厚老实的外衣 有的甚至展现出异常的谦和与热情 如同春日里温暖的阳光 实则暗藏锋芒 他们擅长于无声处听惊雷 不仅直接伤人于无形 更精通借他人之手 行驾祸之时 其手段之高明 令人防不胜防 相比之下 真小人虽恶 却如同那狂废于阶的恶犬 其行径虽恶 却也能让人心生戒备 事实避让 乃至反击 而伪善者 则如同夜色中潜伏的暗影 冷部房间从背后袭来 让人在毫无防备之下 只能默默承受伤害 其阴险狡诈 可见一斑 虚伪之人 其本质一目了然 无需深究 他们的行为特征 犹如夜空中最暗的星 虽不起眼 却足以指引我们 辨识其真面目 其一 便是行事爱走捷径 惯于投机取巧 这不仅仅是一种手段的选择 更是对道德与法律底线的漠视 试想 古有孔子时代一老者 抱甕取水 就用杰梗之辩 坚守本心 孔子赞其品德高尚 今日之事 虚伪者 却往往以利益为先 不择手段 与谷之贤者相去甚远 其二 虚伪之人 擅长推卸责任 自私自利 在困境面前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 如何保全自己 将责任推给他人 仿佛自己 永远是无辜的旁观者 殊不知 世间万物皆有因果 不劳而获 逃避责任之人 终将难以立足于世 正如那句深刻的话语所言 人与人交往 始于颜值 敬于才干 久于性格 忠于人品 虚伪之人 或许能一时得逞 但终将被时间揭露真相 失去他人的尊重与信任 再者 生活从不偏爱任何人 每一份收获 都需以付出为代价 虚伪者总梦想着不劳而获 却不愿承担应有的责任与努力 这样的心态 注定难以成就一番事业 我们应当铭记 那些看似平静美好的岁月 背后往往有着无数人的 默默奉献与承担 唯有敢于担当 无私奉献之人 方能引领我们 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因此 在人生的旅途中 让我们学会辨别真伪 远离虚伪的诱惑 坚守内心的纯真与善良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实现真正的价值 与意义 在人生的征途上 真正的考验在于 你是否拥有那份 勇于把握机遇的 胆识与能力 个人的成长与成就 往往与其敢于 肩负的责任成正比 当机遇的春风拂面而来 若我们被自私的阴霾 遮蔽了双眼 那么 即便是最璀璨的机遇之光 也难以穿透心灵的壁垒 照亮前行的道路 因此 决定一个人能够攀登至何种高度 收获多少成功的果实 核心在于 他是否具备那份勇于担当 责任心满满的品质 唯有如此 方能赢得世人的尊重与认可 扑就通往伟大事业的坚实基石 再者 谈及人际交往的艺术 鬼谷子的智慧告诫我们 观人之道 在于查其言 观其行 若其言此谄媚 巧言令色 无原则地取悦于人 此等人不可深交 此类人 如同变色龙斑 随环境而变 只为私利所趋 他们在你风光无限时 或许能抛却自尊 极尽谄媚之能事 企图分一杯羹 而一旦你遭遇困境 他们则迅速撤离 甚至反目成仇 其态度之转变 令人则舍 此类人 心中唯有利益二字 形式全无底线 与之交往 需万分谨慎 以免深受其害 反观真正的友情 他如同冬日暖阳 在你成功时 给予最真挚的祝福 而非极度之火下的冷言冷语 罗素在探讨极度时 曾深刻指出 极度是人性中 复杂而微妙的情感 既能成为催人奋进的催化剂 也可能化作 腐蚀心灵的毒药 积极的极度 促使我们自我超越 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而消极的极度 则可能让我们陷入 无尽的怨恨与比较之中 消磨了斗志 也伤害了他人 因此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应当学会辨别真伪 珍惜那些在你成功时 真心为你喝彩的朋友 同时 也要警惕那些 隐藏在暗处的伪君子 以免被其表面的 甜言蜜语所迷惑 最终落得个 孤家寡人的下场 记住 真正的力量 来源于内心的坚定与正直 而非外界的奉承与吹捧 他的心灵 已然被极度的藤蔓缠绕 密布着毒刺与暗窗 成为了背后飞语的温床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舞台上 不乏这样一类人 他们无法容忍他人的光芒 盖过自己 即便自身能力有限 却总以他人的成就为敬 映照出内心的狭隘与不甘 他们或许在人前 会堆砌起虚伪的笑容 夸赞之词如流水般倾泻 仿佛我们是世间难得的瑰宝 然而 这光鲜亮丽的表象之下 隐藏的却是对我们 深深的轻视与不屑 一旦我们转身离去 他们便如同潜伏的暗流 四处散播关于我们的不识之词 甚至将我们的私密与软肋 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使之成为他们公鸡的利刃 与这样的人深交 无异于与虎谋皮 他们擅长编织语言的网 温柔地诱使我们吐露心声 包括那些难以言说的秘密 而当时机成熟 这些秘密便化作了锋利的见识 直指我们而来 让我们在谣言的泥沼中挣扎 难以自拔 尊严尽失 因此 那些习惯于背后重伤之人 其虚伪本质 一目了然 我们应当保持警惕 避免情感的交付 成为他人利用的筹码 再者 生活中还有一类人 他们的话语 总是包裹着糖衣炮弹 笑容可拘 仿佛世间所有的温暖 都凝聚于他们的唇齿之间 但在这甜蜜的背后 却藏着深深的诚服与算计 他们的话语 如同春日里无根的柳絮 轻盈而空洞 难以捕捉其真实的情感与意图 他们擅长用谎言编织梦幻的泡影 即便是最荒诞不惊的故事 也能被他们讲得会声会色 引人入胜 与这样的人交往 我们得到的 往往只是表面的热情与亲近 而难以触及他们内心的真实世界 他们的手 或许在握手时显得绵软无力 那不仅仅是物理上的触感 更是心灵距离的象征 他们从未真正将我们视为同路人 因此 面对这样的虚伪 我们应当具备一双慧眼 于细微之处洞察人心 避免成为其谎言下的牺牲品 总之 无论是极度诚信的非语者 还是口密附件的伪善者 他们的虚伪与狡诈 终将在时间的洗礼下暴露无遗 在人际交往的旅途中 我们应当时刻保持清醒与警觉 珍惜那些真诚以待的朋友 远离那些可能带来伤害与背叛的虚伪之人 在与人的交往中 我们应当秉持一份审慎之心 尤其面对那些可能潜藏心机之人 务必谨慎交心 以免自己的私密成为他人手中利剑 不经意间成为被其背后重伤的靶心 这样的代价 无疑是沉重且不值得的 当今社会 虚伪的面纱依旧广泛覆盖 人们在日常的职场与生活舞台上 不自觉地佩戴起双重面具 面对外界 我们往往自诩道德卫视 对他人的言行举止轻易置评 甚至不乏尖刻批判 却鲜少反思自身言论的责任感 而当自己涉足同一领域时 却又总能找到种种借口 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理直气壮 满腹委屈 大人与领导者 在教导晚辈或下属时 往往习惯于以权威自居 指令频出 界定何为可为 何为不可为 言语间透露出 不容置疑的道德标识 然而 当角色转换 轮到自己行动时 不少人却转而追求利益最大化 将利益置于道德之上 仿佛一切行为 皆可因利益而合理化 诚然 生活中不乏我们无法掌控的变数 但选择交往的对象 却是我们手中紧握的自由 人生旅途本就坎坷多船 因此 更应珍惜与真诚之人的相伴时光 让心灵得以休憩 免受疲惫之苦 一旦发现身边环绕着虚情假意之辈 我们应当果断抽身 远离这样的环境 转而寻求那些已成相待的伙伴 学会在人际交往中减少算计与伪装 增添一份真挚与实在 这不仅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释放 也能让这个世界因我们的存在 而更加温暖美好 毕竟 唯有以真心换真心 人生之路方能走得更加坦荡与幸福 在人际交往的广阔舞台上 我们不可避免地编织着 由亲情、友情及职业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 然而 人性之深邃与多变 常使我们体悟到人情淡泊四指 人心难测如狼的哲理 在成长的征途上 坚守若干基本原则 是我们在纷繁事实中 保持自我、明晰方向的关键 在构建与维系各类关系时 我们需深刻认识到 金钱虽为生活之机 亦是人性时今时 正如电影《寄生虫》所隐喻 金钱如同强大的运斗 能抚平生活的褶皱 却也亦激发贪婪之心 使人在物欲横流中迷失 当情感与金钱交织 原本纯粹的关系 可能因此蒙尘 甚至导致最亲密的伙伴 因利益纷争而分道扬镳 家庭内部亦可能因财富分配不均 而裂痕横生 电视剧都挺好中的赵美兰一角 便是未能妥善处理情感 与金钱界限的鲜明立正 其无原则的资助行为 非但未能赢得感激 反而加剧了家庭矛盾 最终一患无穷 因此 在人际交往中 关于金钱的往来 我们应秉持清晰明了的态度 确保每一笔账目 都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避免让金钱成为情感的绊脚石 此外 交往的底线亦不容忽视 即便是在最亲密的关系中 保持适度的距离与尊重 亦是维系和谐的关键 这种距离并非冷漠 而是基于相互理解与尊重的界限感 它让彼此在享受亲密的同时 也能保有独立的空间与个性 如此 关系方能如细水长流 持久而温馨 总之 无论身处何种关系之中 我们都应铭记 坚守底线 方能行稳致远 明辨是非 方能心轻慕明 在复杂多变的人际网络中 让我们以智慧为堕 以原则为藩 共同驶向更加和谐美好的彼岸 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均会有一条隐形的安全界限 此界一旦不慎被逾越 导致双方距离过近 便会不由自主地激起内心的抵触与反感 正如视觉感知外界时 过近或过远的物体 皆会模糊视线 唯有保持在恰当的范围内 方能清晰洞察万物 同理 维系人际关系的和谐 亦需双方恪守各自的原则与底线 不容丝毫轻忽 正如三毛所言 友情虽亲密无间 分寸之度亦不可施 以免熟人过度 反之疏离 回溯历史长河 清朝名将年庚瑶 曾深得雍正帝信赖 权倾一时 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然而 年庚瑶未能洞察此中微妙 反因权势日盛 而骄横无度 乃至时有藐视君上之举 其狂妄与越界之举 终招至灭顶之灾 不仅自身难保 更累积家族 声名狼藉 此例仅是我们 人际间过度地亲近 往往潜藏着危机 而刻意地疏远 又一声嫌隙 理想的相处之道 在于双方明了界限所在 并懂得事实止步 方能促进关系的和谐与长久 谈及诚信之底线 信任不应轻易富裕 而应基于对方长期以来 言行一致的可靠表现 信任是对方通过不懈努力 与良好表现逐步赢得的 而非无条件的馈赠 草率的给予信任 未经考验 往往容易遭受失望之痛 譬如 出入职场 便轻易向同事吐露隐私 实则是信任的物质 若同事不慎泄露 则悔之晚已 因此 判断他人是否值得信赖 须经时间考验 轻信他人 实乃天真之举 或将付出沉重代价 在论语言之底线 流言蜚语如同利刃 对人心之伤害 尤为深重 即便是内心坚韧之人 面对无端蜚语 亦难免受伤 尤为痛心的是 这些伤害 往往源自熟人 朋友 乃至家人之口 故而 我们应当时刻保持谨慎 守护好自己的隐私 避免为流言蜚语 提供可趁之机 以维护自身尊严与安宁 在人际交往中 我们应极力避免 激发他人潜在的负面情绪与行为 面对可能带来不良影响的个体 最明智之举是保持适当距离 明确认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我们 而在于对方的行为模式 例如 近期若遭遇职业变动等挑战 我们应谨慎选择分享对象 因多数人或许无法提供实质性帮助 凡可能添乱或散布不实言论 损害我们的名誉 同样 个人的优秀学习或工作计划 亦应谨慎保密 以防招致不必要的极度与阻碍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应秉持审慎原则 管好自己的言辞 不轻易泄露所有细节 因为某些信息若被不当传播 可能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正如海明威所言 我们花了三年时间学会说话 却要用一辈子学会闭嘴 此言深刻揭示了沟通艺术的精髓 真正的沟通高手 能够根据场合灵活调整言辞 营造和谐愉悦的交流氛围 他们深知何时开口 何时坚默 以及如何以恰当的方式表达 这样的沟通 不仅传递了信息 更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与关怀 反之 那些缺乏变通 滔滔不绝之人 往往忽视了沟通的核心 尊重与理解 其不当言辞 可能无意间伤害到他人 破坏原本融洽的关系 正如古讯所云 君子不失足于人 不失色于人 不失口于人 这既是对个人言行的严格要求 也是社交智慧的体现 恰当的言辞 不仅是礼貌的标志 更是个人智慧与修养的展现 社会上不乏因言语失当 而导致关系破裂的案例 如近期网络上流传的一则视频 一位网友因衣着问题遭受亲戚侮辱 此事迅速发酵 引发公众对言语礼貌与尊重的深刻反思 这一事件超越了衣着本身的讨论范畴 成为了一堂生动的沟通课 他警示我们 言语的力量是双刃剑 既能温暖人心 亦能无形中伤人置身 甚至冻结珍贵的情感纽带 因此 在人际交往中 我们应秉持相互理解 沟通情感 增进见识的初衷 学会倾听多余诉说 以更加成熟和体贴的方式 与他人相处 共同营造一个 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交环境 维护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石 在于对彼此的深切尊重 我们的言词 应当扮演连接心灵的桥梁角色 而非构筑隔阂的壁垒 因此 在人际交往的每一刻 我们都应自我警醒 以免不慎的言词 成为自我伤害的利人 不当的言词 其锋芒终将反噬 既刺痛他人 亦伤及自身 身处这纷繁复杂的社会之中 掌握恰当的沟通技巧 显得尤为重要 它不仅是促进人际和谐的关键 更是让我们在社交舞台上 更加从容不迫的法宝 通过精心挑选的言词 我们能够编织出更加牢固且和谐的社会纽带 进而丰富并美化我们的生活图景 确保尊重成为不可逾越的底线 在亲密的人际关系中 尽管情感深厚 亦不可忽视保持适当距离与尊重的必要性 理解并尊重每个人的个人空间与隐私 是维系关系健康与平衡的关键 过度干涉他人的生活领域 往往会引发反感与不满 破坏关系的和谐 因此我们应当学会尊重他人的权利与选择 保持必要的界限感 同时人情冷暖 人性复杂的社会现实提醒我们 在人际交往中需保持谨慎与清醒 即便关系亲密无间 亦应坚守三条底线 不轻易泄露个人隐私 不对他人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 以及始终铭记保持适当距离与尊重的重要性 在今前 言语与交往的每一个细节中 我们都应坚守原则 以维护自身的纯真与坚韧 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 每个人都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与伴侣 而坚守人际关系的底线 则是我们保持自我尊严与人格完整 体验人际关系真正美好的必要条件 让我们以真诚与善良为周 航行于这看似薄情实则深邃的人海 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与坚持 定能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港湾 我们坚信 终将能够寻获那份专属于我们的温馨与幸福 它们并会在某个时刻 以最为恰当的方式 悄然降临于我们的生命之中